主播我們說股市要特別來關注的是在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股價表現很亮眼 不過市場很關注的是 現在有報導說 它的亞利桑那州的晶圓廠 其實它包括像是 像是輝達這些客戶所生產的 這些比較高階的晶片 竟然沒有辦法在美國封裝 陳燕說一定要送回到台灣來 因為蘋果iPhone15 手機即將要上市 發表跟上市 所以大家特別關注 因為這一部分可能可以給台積電 帶來一個新挹注的 一個龐大的一個業績 結果這個The Information 在這幾天就報導 他說這個亞利桑那州 這個晶圓廠確實能夠提高 蘋果在美國晶片的生產利益 可是問題是 它的工程師跟前蘋果的員工 受訪的時候說 可是這個部分晶片 雖然在北美進行生產 生產 可是沒有足夠的供應鏈吞吐量 所以還要再轉送回台灣 這個其實這整整整段 我那時候在看我其實 頭已經有點昏了 然後因為它這裡又說 不會打破蘋果對海外晶片的依賴性 然後就整段看 這個訊息其實我簡單講 就是說台積電到美國生產晶片 生產完以後 又要再運回台灣封測 那這樣還算美國 你那夠工 你當時去美國做什麼 對不對 你整半半你到美國去 然後大家罵成這樣子 又多花這麼多錢 然後當然蘋果還是會跟你下訂單 還是會用你美國的晶片 但是最後你還是要運回台灣 做封裝測試 好 當然我要先解釋 因為就劉德英他特別講到 之前就有提過了 對 對 因為他說3DIC這個先進封裝 目前沒有要到美國設廠 好 因為現在只有代工 沒有封裝 那未來你可不可以把封裝 弄到美國去 那這樣蘋果就會覺得說 我不會覺得 我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你為什麼在美國 最錯你還要運回去 他們說成本太高 沒有辦法在美國封裝 對 第一個就是說 那代工在美國 封裝在台灣會不會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做好你就運回去 劉德英其實有解釋他說 在不同的地方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沒有問題 好 另外一個就是你剛才在講的 那你為什麼不到美國來設廠 實際上台積電 我覺得很難考慮這件事 我跟各位講 成本其實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其實是地緣政治風險當中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對不對 很像指證 就是說我指很多 飛飛我總是要有一個東西 壓在那兒 他就是有一點這種 安定人性的一個效果 可是握著手上握資源 請問如果封裝測試 我握在手上 一條龍 目前我們放眼看過去 能夠一條龍生產只有台積電 話語權是不是還握在他手上 而且更何況 封裝測試到美國去 設廠的補助那麼少 幾百億下來 這只有幾十億 那我幹嘛過去 我覺得這都是主要的幾個原因 那當然這個COAS這個部分 現在大家也發現說 不對 你現在蘋果 真的還有包括揮打 你在美國做好 然後又運回去台灣 那這個 我還是 這算美國製造嗎 為什麼不算 我都做好了 我只是運回台灣 把它包裝起來而已 這樣根本就不是一條龍了 是一條龍 但是半條龍在美國 半條龍在台灣 都要送回台灣風向 所以其實美國跟日本也有警覺 這樣其實還是有問題的 其中還有一個 大家特別關注 最近iPhone15的新聞當中 一個更重要的是高通 但是對台積電有利的消息 還是對台積電 我要講還是對台積電有利 因為高通宣布說 跟蘋果要簽三年的協議 2024到2026 就是5G通訊晶片對不對 你記得這個訊息 5G通訊晶片 蘋果要自己研發的時候 他們之前不是說要自己做嗎 對 當時台積電的股價 有受到影響 可是實際上 他自己做出來 還是要找台積電代工封裝測試 這個應該是肯定的 但是大家也擔心說不一定 搞不好台積電 蘋果自己設計以後 他找三星找誰 但是現在看起來 他要自行研發的這個機會 目前看起來 這個努力是落空了 所以當然高通 應該還是會下訂單給台積電 但是這個是不是要用到COAS 可能還不用 因為通訊晶片的層次 還沒有到那麼高 所以日月光 晶圓電 甚至景碩 這都會受惠 所以基本上整體看起來 大家過去其實一直在擔心 台積電東擔心 台積電西去外面設廠如何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其實大家均心應該是穩定下來 所以你看連台積電的內部人 因為內部人 你增加買進跟賣出 其實洞見觀瞻 他們最近好像都在買 這家公司股票 不錯 你看 這個副總我特別有查了一下 他就是 我們不要講誰 還是要保護一下他的隱私 所以他就是先進封裝 這個部門的副總你看 副總在台積電是很大的 我跟你講 他就增持了股票 最近幾個人加總起來 大概是買了769萬 但你會覺得說 760幾萬不多 可是他們還不算是 最上面那些大股東 所以這樣增持的力道 在我們看來應該還是認同 台積電未來的表現 一定是有信心 因為9月14號要出席 3塊錢 這一次算是拉高 拉高出席的一個金額 算是不錯 因為2019年開始是季配 實際上我跟很多人在擔心說 會不會田圈席 不一定秒田圈席 但是分田圈席也不錯 時田圈席也是不錯 日田圈席也不困難 因為你看他之前是15個交易日 最慢 我講最慢 最慢 可是有11次當天一定田席 所以16次都能夠田圈 而且以台積電 目前股價來講 你看在半年線附近震盪 位階算是相對偏低 尤其是今年第四季 iPhone 15的手機 當然很多人還是不認為會熱賣 可是我覺得已經有一批換機槽 iPhone X 這一個年代的 像我拿的就是iPhone X 這個時間點的 它開始會換機 所以我對第四季的表現 還是覺得相對的樂觀 所以你說能不能秒田席 我認為機率是高 反正當天一定能田圈席 就算當天不能 我覺得15個交易日以內 一定也沒問題 就中長期的表現來看 台積電應該還是可以看好的 剛才提到 在台積電的部分 對於中長期的一個表現 目前來看還是很看好 那麼在禮拜四的除息三塊錢 填息的機會也是非常的高 好 另外我們再來關注的是 現在美中關係緊張 美國希望減少對中國的一個依賴 所以我們來看到在這一次 這一次越南變成了半導體供應鏈 重組最大的受惠者 那麼拜登在IG20峰會結束之後 就出訪到越南了 而且雙方也簽訂了 這個有關半導體等等 多項的這個協議 要藉此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要請陳彥帶我們關心 對 現階段來講 我們發現美國跟越南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了 甚至胡志明市 要打造輕量版的矽谷 這需要更多的科技業 一起來投入 你看 美國跟越南業者 達成的協議 包括哪幾個層面 半導體 航空 基礎建設 人工智慧 這不是全 全部都是美國所算 擅長的高科技領域嗎 那你說有協議誰來 好 Google 這次都是重量級的 Google 對 你看Intel Amco 麥威爾 還有格新跟波音 這些都是重量級的 這個不是在這個 S&P500成分股 就是道瓊成分股裡面 銜接美國對越南的重視 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們都來出席這個 越美創新投資峰會 所以這幾個投資有沒有實際的 計畫跟投入金額 我們看 麥威爾跟新思科技 是要做晶片設計中心 Amco是要在核內 蓋這個封裝車市場 好 然後微軟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大家都最關注的是 深層式AI 微軟這個部分 也要來打造這個解決方案 好 連輝達也來了 包括雲端預算 汽車醫療的這些部署 所以你會發現不只簽協議 參加峰會 甚至實際金額的一個投資 但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大家會覺得說 可是有足夠的人才嗎 你有足夠的這些 專業領域的人士嗎 好 沒有關係 先想辦法培訓 所以你看越南 他們希望美方來協助培訓 3萬到5萬名半導體專家 極大多有想到 他不是只有蓋廠房 這些事情就可以 你要有人跟台積電腦 美國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來培訓 半額理晶面設計 跟人工智慧的工程師 因為這裡面 大家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說 如果是在新加坡 如果是在印度 搞不好這個問題 大家會覺得比較小 因為印度的部分 基本上他本來就有足夠的 相對應的一個人才 所以現在白宮 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是認可越南的潛力 還有他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 這裡面一個有趣的點是什麼 實際上越南的經濟長率 當然很高 從8% 但是降到5.8% 可是還是比較好 而且甚至如果 去年有8% 今年降到5.8% 而且我坦白講 如果跟中國的5%比 還是相對比較多 那為什麼 那如果差不多 為什麼不去 不留在中國要去越南 大家也知道現在 大家都擔心 美中之間的一個抗衡 抗爭 未來會越演越烈 所以大家也希望到 覺得到越南去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 第一個我要先講 越南在關稅上 真的有很好的優勢在 加上成本的部分都是 所以我們也發現 在2021年 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到 尤其是創投業的 統計的資金流入到這個越南 我們先來談一下 房地產市場的問題 因為畢竟越南 還是共產制度 在過去房地產 遭遇到政府政策的一個打壓 其中過去如果大家有特別 有特別注意到 就是倒閉的數量很誇張 10萬家 10萬家40%房地產 就是倒閉的數字 10萬家40%跟房地產有關 這個數字很離譜 這個很離譜 然後每個月1.66萬的間 房地產歇業 95%在裁員 你就知道房地產業 這個其實是因為政府打壓的結果 政府打壓的結果 因為去年其實相關的幾個 知名的房地產大亨 張美蘭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他找了李嘉誠一起去投資 很多人還說 李嘉誠是不是覺得 張美蘭很漂亮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有點Over了 但是確實當時有很多 房地產大亨被抓 整個房地產業瞬間急凍 而且現在越南的房地產 跟中國有一個高度相似的問題 是什麼 你知道越南的房地產企業發債 新債總額是269兆越南盾 大概是4000億 4000億台幣左右 對 4000億台幣 就是你看到還好 才發 可是比2021年相比下降了64%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以前沒有那麼少 我這次發這麼少 那會產生什麼問題 你要借薪還救的怎麼辦 你債務要去承接的 原本債務的怎麼辦 還有另外一個是不是 沒有新的建案可以發行 好 現在更 所以也產生一個問題 2023 2024有很多債券要到期 那要到期 1200個建案現在暫停了 然後相當於多少 1.2兆 1.2兆台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足夠的發新的債 你就沒有足夠的錢 去償還過去的債務也好 蓋新的建案也好 那會面臨什麼問題 那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說很嚴重 因為越南房企的負債 其實相當高 然後勞動人口占10% 都是跟房地產有關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誇張到什麼程度 他們找學生去拍照片 房地產的照片很漂亮 放到網路上 你看得很喜歡 你來現場看 我還假裝說我要買 不行 大家在那邊搶 從頭到尾都在演戲 都是演的 就是那個建案也跟他們無關 那個土地也不是他們的 房子也不是他們的 所有都是找來的演員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越南的房地產問題 還是很嚴重 要吸引這些潛在的冤大頭 所以如果真的要到越南去發展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問題 還是要特別關注一下 好 剛剛陳人道我們看到 越南的房地產 在今年以來表現的 是一路的非常的不好 那麼有可能會成為 他們經濟的一大隱憂